公元880年 唐朝首都长安被皇朝的大军占领 大批优秀的画师和石刻工匠 跟随唐喜宗 李轩 流亡四川 四川盆地一直是中国较为富足的地区 那时的大族是四川东部的政治 军事和文化中心 而唐喜宗的这次政治避难 为石窟艺术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这时 一个叫维军进的人 成为在大族凿石造像的第一人 维军进原是一名地方小官 安始之乱后 他趁时局动荡攻占了大族 维军进打了一辈子仗 杀人如马 由于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担心自己曾经大开杀戒 死后会下地狱 于是他在北方来的难民中招募了一批画师工匠 并由他个人出资 于公元892年5月的一天 在大族北山崖壁上开始陆续凿客 皮沙门天王和牵手观音 这一来便拉开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 继云岗龙门之后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石刻造像的序幕 皮沙门天王造像 是大族石刻中的第一尊大型雕像 有趣的是 这尊造像虽说有着一个印度神的名字 身上却披着中国古代武将的铠甲 大族的佛和菩萨都长着中国人的面孔 完全摆脱了域外佛教雕刻艺术 对中国早期石刻造像的影响 创造了一批纯中国式的石窟雕刻风格 宝顶山的九龙玉太子徒 生动地刻会了佛祖释迦牟尼将身后 天上的九条金龙为他沐浴洗身 在原先的印度佛教里 为太子洗玉的不是龙而是蛇 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蛇 认为蛇是邪恶的象征 所以把蛇改成了象征权威和吉祥的金龙 观音在印度佛教中原本是一位男性 进入中国后却演变成一位广洁善缘 颇具母仪风范的东方女性 北山的这尊属诸观音 身高不过一米左右 手持念珠 在椭圆形的背光衬托下 更显得这位女菩萨体态轻盈 妩媚可亲 孤佑被称为媚态观音 千手观音是佛教中常见的神灵 中国许多地方的千手观音 有的是六只手 有的是八只手 还有的是十二只手 大族保顶山的这尊千手观音 充分利用了岩石空间 强调气势和真实 一手一态 千手千姿 造像面积达八十八平方米 看上去又如孔雀开平 流光溢彩 美不胜手 这尊千手观音 这尊千手观音到底有多少只手 很多人都数过 但从来没有人能数清楚 直到公元十七世纪时 一位和尚利用给观音贴金箔的机会 贴一只手 投下一根竹签 才弄明白 观音一共有一千零七只手 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千手观音 在大族石刻群中 人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北山 石刻造像以佛教人物为主 而和北山相聚不足十里的南山 则是道教的石刻造像 各教的造像 有的独具一山 而有的又共居一枯 为什么呢 这还要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 三大主体发展的历史 孔子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被尊为至圣先师 他所主张的忠孝伦理 自汉代以来被统治阶级 奉为治国安邦的理论 至今仍被中国人视为正统文化 道家学说是由另一位哲人 黎尔所创 其哲学思想自成一派 道家讲究的是 清静无为 大道无痕 后来道教信徒 把黎尔奉为太上老君 而佛教则讲究 吃得今生苦 修得来是福 三教的哲学体系 和思想观念各不相同 大足保顶山的这幅六道轮回图 充分阐释了佛教最根本的教义 宣扬人在三界六道中转世轮回 眼前的猪狗牛羊 前生有可能是自己的生生父母 现在的父母后世也许是自己的子孙 但这种思想进入中国后 受到了儒家和道教的强烈攻击 公元三百二十五年 东晋大臣于兵尚书皇帝 对僧徒建了皇帝 不行跪拜大礼提出批评 很多饱读儒家经典的官员和世代夫们 对佛教徒年纪轻轻就抛下父母出家修行 表示不满 他们认为不跪拜皇帝是不忠 不侍奉父母为不孝 这种无君无父无母的思想 与儒家的忠孝观格格不入 佛教为了维护着自己的生存空间 与儒家和道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公元三世纪 一个叫伯远的和尚和一个叫王府的道士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争论佛教和道教的优劣短长 每次争论王府总是处于下风 王府为了证明道教的正统地位 他名思苦想了几日 便编出了一本《老子话胡经》 讲的是道教始祖老子后来去了印度 并派他的弟子投胎变成释迦牟尼 并创立了佛教 佛教徒也不甘示弱 于是编了一部《清净刑法经》 假以回击说佛祖释迦牟尼派了三位弟子下班 教化人类 一个叫如同菩萨 就是孔子 一个叫光敬菩萨 是孔子的徒弟 沿回 还有一个叫摩科嘉业 就是道教的始祖老子 佛教在反击道教时 也不忘记把儒家当成自己的攻击对象 后来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参与和左右下 佛教与如道两教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最终由激烈的论辩演变为暴力冲突 公元446年 中国北朝的魏太武帝拓跋韬铐 重信道教 公然动用武力在全国诛杀佛教徒 焚烧佛像经典 捣毁寺院 佛教界一片血火 像这样毁佛灭佛的事件 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次 三教之间的每一次冲突 都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 让教徒们成皇成宏 让百姓们不知所措 三教应该如何发展 历朝历代的皇帝 依靠怎样的思想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老百姓选择什么样的信仰 这些都成了棘手的问题 终于有人出面调停 三教之间的矛盾了 公元624年的元宵节刚过 唐高祖李渊就把 如 道 佛三教的代表人物 召集在一起 他请博士徐矿讲孔子的孝经 僧人慧成讲释迦牟尼的心经 道士刘尽喜讲李尔的老子 并让朝廷大员陆明德分析 讲评每个人利润阐述的优劣得失 这次调停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教论行 此后 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扎下根来 便采取了一种 隐如原佛的态度 他承认儒家的忠孝思想 并把儒家的忠孝观念 融汇到佛经教义之中 因此 由孔子撰写的孝经 便被刻在了大祖北山佛祖造像的一侧 佛教主张出家人必须削发 而孝经中却主张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能够在一座山头平安相处 正是佛教同儒家文化妥协的结果 在三教逐渐走向和解之际 大祖石门山上 释迦牟尼和玉皇大帝的石龛 只隔了一道墙 两人相邻而处 共保一方平安 到三教彻底融合时 大祖的儒道佛时刻间的距离 越来越近 石转山东段的石窟区 有连在一起的三窟造像 分别供奉着儒家 佛家和道家的最高神灵 这个窟内的孔子雕像 左右肃立十折地子 仿佛是佛教造像中的十大菩萨 这是儒家宗教化在造像艺术中的体现 大祖石刻是三教斗争和融会的历史见证 儒、道、佛在相互借鉴融合之际 三教诸神终于相聚在大祖 在妙高山 世家牟尼、李老君、孔夫子干脆住到了一个石窟里 从最初的共居一线到共居一山 最终到共居一窟 关系越来越亲近 此时中国北方战乱不息 大规模的石刻造像早已停止 大祖石刻也就成为了唯一记录和表现中国三教融会时期文化特点的石窟艺术群 三教的融合与渗透形成了大祖石刻的独特性 最终也成就了中国宗教文化的特殊性 公元1175年初夏的一天 一位身穿袈裟头顶斗笠的僧人 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他叫赵志凤 年仅19岁 三年前他置身从大祖前往四川西部的弥牟镇 进入由四川密宗始祖刘本尊创建的圣寿本尊院 学习密宗大法 如今他作为密宗的六代祖师 学成返乡传经不道 赵志凤为了向百姓更有效地宣讲佛教义礼 他决定把佛经里的故事人物按照事先的统一设计 依次刻在宝顶山大佛湾的崖壁上 使义礼深奥的佛经变成一幅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石刻连环画 经过七十多年的艰苦努力 宝顶山磨牙造像于公元一二五二年基本完工 无论是他所形成别具一格的 也是中国唯一的表现形式 还是他的思想内容以及工程设计和雕刻技法 宝顶山的磨牙造像都把大祖师克推向了极致 也因此使中国的佛教密宗史和古代石窟艺术史顺延了四百多年 这时的赵志凤已经由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变成了年遇九旬的老人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把宝顶山建成了全中国最大的佛教密宗道场 他通过养鸡 牧牛 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向人们传达佛经教义 凡是来这里的人都能看懂刻在崖壁上的故事 佛祖和菩萨真正走下了神坛 走进了平民百姓 大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西南最著名的佛教圣地 难怪后人有上朝峨眉 下朝宝顶之说 从北山第一座雕像的诞生到宝顶山的行程 历经三百多年 大祖石刻也拥有了上百座堪窟 近万尊雕像 兴起于儒道和三教河流期间的大祖石刻 在继承传统石窟艺术的基础上 最终完成了石窟造像艺术的世俗化 生活化和民族化 由三教融合与渗透所形成的大祖石刻 独特的文化品味 使它成为了代表中国宗教文化特征的典范 就在宝顶山摩牙造像即将全部完成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一二五九年 蒙古大军围攻大祖东北方向的河州 大祖县全程震动 正在进行雕刻的工匠们丢下手中的工具躲避战乱 后来川东的政治中心也由大祖转至渝州 也就是今天的重庆 从此大祖市井日趋萧条 大祖石刻也屡遭冰险之灾 在宝顶山西面的崖壁上 至今还可以看到几尊尚未完工的作品 在这些尚未完工的时刻中 究竟还隐藏着什么神来之笔 这已成为了千古之谜 后来大祖石刻也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被人们淡忘 悄无声息地躺在中国西南的一角 任凭冷雨戚风拨拾着他昔日的光辉 这一躺就是尽千年